HELLO 大家好,我是山莉 近期出現的富邦樂天二黃二交易案 是中華之邦歷史上第26次 過去32年間,中植一共只有25次的交易案 最近9年更是只發生了一次 也難怪球迷們看到前幾天這張季中交易 第一時間的反應你都以為自己看錯了 那今天的影片,我就從中植過去所有的交易案中 挑選出了10個經典案例 也因為裡面講到的所有球員 現在都已經是非現役身份了 我們也可以順便來評估一下 看看誰是當年這些交易案的贏家 而誰又是暑假呢? 照管理,我們從近代往回推 首先挑出的第一個是2011年兄弟像 跟LAMIGO桃園的一換一球員交易 這起交易案在當時可以說是引起的軒然大波 因為項隊拿出的是明星選手陳冠任 而原隊則是送上新秀李居冠 可是陳冠任正處在山下巔峰 是兄弟的核心打者 而李居冠雖然有潛力 但第一年的表現不如預期 這樁一換一的買賣 怎麼看都覺得兄弟會吃虧 之後我們透過訪問才知道 陳瑞正總教練當時確實有因為隊上缺乏投手 想要交易 原本LAMIGO開出到陳冠任之後 正總希望能夠換到左頭手林家瑋 但對方不願意 只願意提出李居冠 於是正總就私下去詢問過李居冠 在國訓隊時期的教練 打聽過後認為不妥 所以想要取消念頭 想不到相對的紅老闆 已經搶先一步完成了這樁交易 也走不了回頭路了 雖然陳冠任轉頭桃園帶來的幫助沒有想像中大 也受到了西鄉困擾 但多半時間還是在一軍擔任關鍵代打的角色 累計244場出賽 打決率是相當亮眼的3x32 而李居冠披上黃袍第一年雖然兌現天賦 季末還入選了最佳進步獎 但後幾年就英商打打停停 連一軍的舞台都站不上去了 所以從結果來看 這樁交易案的贏家 是LAMIGO桃園應該不會有疑問 接著時間來到2010年 這年一共發生了四樁交易案 我認為都是經典 所以全數列入 先來看LAMIGO前身的藍牛熊 跟兄弟相的兩樁交易 首先是在季前的黃士豪跟黃志祥互換 這樁交易其實是陳泰隊友 周四起向黃太龍提起 而他也評估自己在熊隊的機會不多 所以跟領隊提出要離隊去兄弟的想法 而熊隊這邊給出的 是一度被譽為陳日正接班人的黃志祥 旅美反台加盟項隊才一年 但因為只能守三壘的關係 項隊更需要多守衛球員 畢竟經歷甲手和重創 那也確實有隱憂 最終雙方順利達成共識 不過轉隊去熊隊之後 總教練蔡龍忠認為黃志祥的背力好 一度讓他氣打從頭 想不到季末因此受傷 後來他轉回三壘還是沒有太多出賽機會 沒過多久都自行離隊 反倒是黃太龍去兄弟之後徹底重生 搖身一變成為明星級三壘手 拿下一座三壘最佳食人 跟三座的金手套獎 退役後擔任教練也獲得不少好評 現在成為了富邦的首席教練 所以我們可以說黃太龍的成功 要感謝周思琦 也要感謝自己的主動爭取 讓兄弟成為了這樁交易案的大贏家 而同樣是兄弟跟兄隊 他們在2010年還有第二樁交易案 是發生在年底 熊隊把李峰華跟石燕偉送出拿到兄弟的錢 但實際金額是多少並沒有公布 其因是當時兄弟的領隊楊愛華 得知熊隊有考慮要釋出這兩人 所以主動詢問交易的可能性 直接採取買斷合約的作法 將李峰華跟石燕偉網羅過來補強戰力 但畢竟石燕偉才剛獲得重用在一軍站穩腳步 而李峰華是熊隊一直以來重用的牛鴻大將 所以這一起交易在當時是引發不少熊米反彈的 不過這兩人轉隊之後對於兄弟的幫助算是蠻有限的 石燕偉幾乎都是替補角色 李峰華雖然第一年化身重要的牛鴻戰力 還一度變成守護神 但隔年初賽瑞檢還比石燕偉早一年遭到釋出 所以這個交易並沒有明顯的贏家跟輸家 畢竟兄弟也沒有公布他們花了多少錢買到這兩人 但桃園確實也沒有因為失去他們戰力受到什麼影響 隔年還一舉登頂 反而驗證是換血成功 我真的非常佩服 再來看到2010年第三樁交易案 主角還是有兄弟相 但交易對象換成了新農牛 他們送出了捕手方克偉加現金10萬元 從牛隊身上換到了郭劍瑜加王劍勳 這起交易案是牛隊提出的 因為當年他們隊上的三位捕手其中有兩個受傷 只剩下鄭達鴻一個人 甚至要緊急把教練鍾家寶重新登入為球員 所以為了以防萬一 把兄弟用選秀第十輪選進的捕手方克偉給換來 方克偉來到牛隊之後把自己的價值完全凸顯出來 趁直扮演好替補捕手的角色 並在夜總帶兵時期獲得重用 入選明清賽還成為捕手最佳食人 跟金手套的雙料得主 在職棒界的打滾超過10個球技 而兄弟這邊拿到的郭劍瑜跟王劍勳 爪掉後獲得的機會也不少 讓王劍勳主要都帶來俄軍 而郭劍瑜氣頭重打之後闖出新天地 一路佔據聯盟打擊王 可惜好成績無法維持太久 跟王劍勳同樣在2016年找到了釋出 所以贏家很明顯 就是當年主動發起交易的新牛隊了 但2010年交易還沒有完 新牛牛拿到方克偉成為贏家 但他們跟同一社這樁張泰山交易 自然就成為大輸家了 如果要從今天十大經典中選一個最震驚 那這個交易案肯定是第一名 請因是牛隊這邊要採取年輕化政策 想要張泰山兼任打擊教練 會用球人身分兼任也可以 但當時的張泰山伸手人處在巔峰 剛拿下剩下第六座安打王 也還有單記16紅的能力 自然不會願意就此退休 後來牛隊尋求交易找上了失隊 只是讓牛迷更不能接受的 是把張泰山交易出去只換來250萬 用這麼低的價格換到一位砍板球星 統一當然是求之不得 時至今日還是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張泰山當年只值250萬 轉批私砲後 張泰山跟高國慶 採用機組成高三機打線 拿下了兩座打點王 也確實成為失隊的集戰力 一度補上他們頭痛的三里大洞 但在14年 繼前獲得兩年複數約之後 卻突然被冰了起來 從固定先發轉為板凳帶打 後來也晚據失隊提出的 二軍打擊教練要約 離開終止很長一段時間 直到新生衛權龍成立之後才回歸 雖然沒有辦法自己完成300Home 但應該很有機會 可以看到林志聖替他完成心願了 這球主手在優娃爺方向相當深遠 優娃爺手不斷的往後退 花花一路推到瘸打牆邊 跳起來這球出去了 全雷打 勝利王子張泰山 今年球技的第三轟 哇 主角才剛講完 泰山對戰官大人其實打得相當好 這球儘管整個揮棒的動作沒有相當完全 但是還是把球給轟出了優娃爺大強 哦那這樣比賽又開始有一些小高潮 有一些變數在了齁 那當然在提醒 雖然對戰的打擊力不是相當的高 不過全雷打出現 已經在深小對戰出現了三隻了齁 那這個球 邰大人用稍微投了比較偏高的位置 讓泰山紮實咬到齁 單以這筆交易而言 失退是大贏家沒錯 但對於那些支持泰山 從牛迷轉失迷的人來說 應該是會對球團後續的處理有一點失望的 離開2010年接著前往2008年 這桩交易案是由被除名的米迪亞暴龍隊 跟蘭努熊進行的3.2交易 這個交易案的規模是史上最大的 畢竟牽涉了五個人 熊隊這邊送出黃青智加施想凱 而暴龍則給出江柏青、岩智中跟鄭宇亮 交易是由暴龍隊發起的 主要是家住高雄的黃青智想要回南部發展 而米迪亞找上了熊、施兩隊詢問之後 熊隊同意但希望增加一名內野手 也提出了三位投手 讓米迪亞能夠增強土頭深度 雙方因而達成共識 之後來看這筆交易後續造成的影響非常大 因為三位被換去暴龍的投手等同於進入虎穴 岩智中跟鄭宇亮都涉入了黑米事件 前者二省後犯無罪 後者則是以10萬元交保或還起訴處分 最可惜的則是江柏青 雖然沒有涉案 卻也沒有在特別選秀會上獲得侵賴 職棒路就此破滅 只能轉到城邦發展 而黃金智跟施翔凱就幸運許多 戰神更是在熊隊東山再起 雖然沒有金剛隊時期這麼可怕 但也成為隊上的主力扭棚 一度還重回先發角色 甚至進入第三屆經典賽的贈稅名單 現在已經退役接任新復發的投手教練 時不時也會在各大體育台出現 擔任蔣平的工作 所以這張教練案的贏家是誰應該很明顯了吧 時間繼續往前走 再來看到2004年 是陳泰跟統一這兩支球隊 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交易 雙方一換一 陳泰送出了楊森 而統一則送出了許勝傑 當時楊森還不算正式的陳泰選手 只是在戴訓選秀會上被挑中 退役後本來要到陳泰太陽報道 但因為楊森三級棒球時期都待在台南 所以向統一是探尋效力的可能 而是對評估之後決定用許勝傑跟陳泰來交換 也因為許勝傑當時加速淡水 而陳泰的宿舍剛好要搬到淡水 所以他願意接受 可是畢竟楊森是選秀會第11輪之名 入武期間面臨很大的低潮 身手如何還有待驗證 而許勝傑是獅隊主力的先發遊擊手 但統一居然同意拿他去換 這在當時是難以被理解的 可是眼光獨到的曹總謝長亨卻相當看好楊森 也因為獅隊正職換血器 所以給予他非常多機會 就真的把他服務支撐看板球星 從遊擊到二壘收下五座最佳使人獎項 也拿過安打跟盜壘王 反倒是許勝傑轉隊之後成績已落千丈 實在三年就自情離隊 後來又回到老東家 在獅隊光榮引退 所以這筆交易 統一基本上沒有半點損失成為了最大贏家 接下來看到2002年同樣都發生在年底 兩樁交易案非常經典 我們先講中信金跟大榮鷹的跨國交易好了 這個交易案的源頭 主要是日本職棒的大榮鷹隊 看上了那一年終止本土 單季權利打紀錄的中信金外秀陳文斌 邀請他到日本邱訊測試之後決定網羅 而中信金無意阻攔 但希望鷹隊提供一名補手來補償 原本是想要內支蒼龍寺或者三三俊傑 但最終被交易來台的 是年僅23歲而且尚未有日職一軍出賽紀錄的補償 替川龍 而補償這個角色要在海外快速適應的難度並不低 替川龍實際來台之後只拿到八場出賽機會 在金隊並不受到重用 待不滿半季就回到了日本 而陳文斌的情況也差不多 只帶一軍拿到兩場出賽共四個打席 基本上是在二軍一路待到球季結束 陳文斌也提過當時大榮鷹的一二軍教練團 有派系不合的問題 一軍教練希望他改動作 二軍教練則是責備他為什麼要改 一來一往之間對他造成不小影響 回到台灣之後 他也再也沒有找回權利打王的勝手了 所以從結果來看 大榮鷹跟中信金沒有誰是贏家 呈現了雙輸的局面 也是我們在交易中最不樂見的情形 那02年的另外一起交易案同樣有中信金 但這次是跟國內的同一式交易 他們把正宗的主力陳連宏送出 換來失對的林超煌跟蔡坤巷 會有這樁交易主要是中信金 考量主場嘉義票房不佳 希望把經營重心轉往北部 但陳連宏希望待在南部 也可以就近照顧家人 金隊尊重他的意願 認為從統一身上換來一頭一眼並不虧 所以就同意了 事實上這三位球員轉隊之後 對於新球隊都有貢獻 蔡坤祥雖然打擊依舊平平 但至少也是一軍主要的外野替補 林超煌則變成金隊的主力後援 讓郭里建夫可以支援先發 而陳連宏則是成為失對倚重的中信打者 裴之統一從重建起到三連八 並在2013年臨為壽命接下總教練 拿下職教生涯手冠 出去繞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統一 如今成為一軍的打擊教練 以結果來說單以球員生涯 陳連宏是一人可敵兩人 而且帶來的貢獻從球員延續到教練 所以我覺得失對比較算是贏家 最後來把時間快速倒退回職棒草創期 來看中華職棒歷史上第一次 由老衛權跟兄弟相完成的球員交易案 我們俗稱真屢事件 這一起交易案源自1991年球寂寞 旅日好手呂明次準備要反台發展 而當時我有壯人籤的兄弟相當然要歡喜收下 結果龍隊主張呂明次旅日前 效力的是業餘的衛權龍隊 所以應該要回歸龍隊才對 而呂明次本人心裡也想回龍隊 所以在1992年的季前選秀會前 就已經跟魏權龍簽下打擊教練的合約 打算來個先簽教練再轉選手的模式 此舉當然引發兄弟相的不滿 最終在聯盟的協調下 只好先由兄弟相以狀元籤拿走呂明次 再透過球員交易一換二的方式 將呂明次送出 並換來了林一貞跟陳彥誠 一開始龍隊是想用陳彥誠加郭健林去換的 但郭健林本人不同意 還好林一貞自願交換 這筆交易案才順利成功 不過披上龍袍的呂明次 實際在龍隊只待了五個球技 後來就套槽去那爐玩 打出的成績也沒有大家想像中 對於亞洲巨砲的期待感 反倒是林一貞跟陳彥誠 前者不只球員時期戰功標柄 以道帥的身分跑片天下 連當了總教練都還帶領二代相 完成三連八的成就 後者作為一名二號捕獸 也曾有過單季實鴻的成績 也獲得了小鋼砲的封號 回頭來看如果當初是郭健林加陳彥誠去換 就蠻大了 充定像自然也就成為這樁交易案的贏家 以上是今天選出的十個經典宗旨交易案 你對於哪個印象最深呢? 歡迎在接下來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Sanley 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Sanley 採訪生活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